在A片当中你有没有见过 AV女优潮吹的场面呢 那你知不知道在AV界 有这样的关于潮吹的都市传说呢 据说有这样的一位女优 她潮吹的最长时间可以达到十几秒钟 还有一位AV女优呢 据说呢 她的潮吹可以直接喷到天花板上 曾经用潮吹摧毁了20多台摄像机 还有一位女优可以在导演指定的时间 只要说你现在就要潮吹 她立刻就可以在那个时间点潮吹 这些是真的吗 今天呢我请到了日本A片的一位制片人 来给我们科普一下 在日本的A片制作现场 到底潮吹是如何发生的 我只说有马片啊 无马片不在这个问题的讨论范围之内 那基本上来说的话 我们看到片场我们所展现来的高潮 一般是三类 一种是用手来刺激女生 第二种是用这个情趣的道具 比如按摩棒 然后第三类是用这个抽插的方式 就是用男性的性气去抽插 那确实有一些女生天生的体质 是这种比较敏感的 然后呢又比较容易达到这个潮喷 但是呢说句实话 能够达到片中出现的那种场景的女优 或者是女生 其实非常非常少 甚至可以说是 你看不到那种像喷泉一样喷出来的那种场景 那虽然有的喷得也很厉害 但是也不会像片中的那种视觉效果 那这个一般来说我们怎么处理呢 就是说在日本的油马片的拍摄的现场 有一个叫做道具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然后他主要做的这个工作 就是一个是配这个人工的精液 就是拍出来那这个精液的颜色和整个的感觉 非常类似男人射出来的这种精液的感觉 还有一种就是他要配这个女生潮吹时候的 这个水和喷泉的效果 那一般来说的话 在这种油马片里面 大家看到那种像喷泉一样 向外爆喷的那种效果 其实都是用这种道具调过的这种水 以及这个女生的这个下体后面 他会藏一个那种喷壶一样的喷泉的东西 然后到了这个需要表达这个效果的时候 就是导演会把它写到纸上 然后拿给这个男优 就举起来会给男优看 然后男优去按动这个开关就会喷出来 那后期这个所有可能穿帮的地方 都会用马赛克打马的方式来把它遮掩掉 那基本上这个就是日本有马片场的状况 OK 那刚才呢 星星老师的分享其实也再一次向我们印证了 A片其实就是用一种艺术表演形式 把我们头脑中的性幻想投射到一种现实的表演当中 让我们通过愉悦的观看体验来激发自己的一个性幻起 那有观众曾经问我说潮吹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 我在我们的一三蜜桃说栏目中呢 也做了这样的一个小调查 将近一百位的观众们有提交他们的答案 我们可以看到加起来一共可能不到40%的人 或者他们的伴侣感受过潮吹这个现象 那我自己也采访过很多不同的女性朋友啊 潮吹这种现象呢 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但是它的发生概率其实相对的比较低 而且呢 很多女性即使有潮吹的发生 即使呢 她们在潮吹的时候 这种愉悦的感受并不一定很高 所以呢 我还是想再次强调 我们一定不要在性爱当中过分的去追求潮吹的发生 因为潮吹这个现象并不代表女性一定就很享受性爱 也不代表你们的情感链接是非常美好的 就像我们为了生孩子定时定点的去做爱 那么做爱就变成了一个日历表上的叉叉 变成了一个交公粮的任务 她也就失去了本身的一种浪漫惊喜和乐趣 所以我希望呢 在观看我节目的你 能够让性爱更自然的发生 没有压力的发生 让爱的感觉在你们两个人之间更自然的流动起来 让你们双方都能够通过做爱的方式去感受对方 感受对方的身体 感受对方的感情 而潮吹呢 对于一些人来说 只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东西 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呢 可能就是一个压力山大的东西 那你对于潮吹怎么看呢 欢迎在我们的节目下方留言 那我在下期节目里面呢 会一起来探讨 潮吹到底是从哪来的 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现象 敬请期待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一三博士 欢迎给我的节目点赞 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